嘿,这里是DingLab宇宙电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虚拟偶像 你家哥哥前几天公布恋情了 我家IDOL和别人的聊天记录被曝光了 房子塌了,心都碎了 如果你真情实感地追过偶像 相信对这种感受一定不陌生 在热搜上看到本命的名字心里都会一惊 生怕是坏消息 朋友问你吃瓜吗? 下意识回复,谁的瓜? 如果这时有一个按钮 可以让你的偶像永不塌房 你愿意按下去吗? 虚拟偶像就天生具备这个啪啪牛属性 从以春英未来为代表的虚拟歌机 再到虚拟主播VTuber 再到可以比你真人的虚拟网红 他们分享日常,商演活动,参加选秀,代言品牌 这个看似小众的圈子正在扩散进我们熟悉的日常 早在2015年 设计公司羊Design就预测了 愈虚拟,愈真实的设计趋势 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们愿意去虚拟中寻找刺激 对虚拟的厌倦又是我们投身真实的怀抱 虚拟和真实就像一个首尾相接的圆环 越走向极端就越趋向融合 做一份不完全统计 易烊千玺、张艺兴、迪丽热巴这些艺人明星都有了自己的虚拟IP形象 灵、花希子等国风形象也热度满满 虚拟人注定是当下即未来几年的主要趋势之一 也推动着3D建模、AI技术、人脸识别、动作捕捉等技术的发展 这些炫酷的新名词也许在2025年就和直播带货、种草拔草一样让你习以为常 相比于单纯的3D形象 虚拟偶像的魅力更在于它几乎和你我一样真实 有个性、有观点 我们的审美和价值偏好早在设计师们创造一个人前就被摸透了 它们集合所有真实元素创造了一个个虚拟形象 建立模型、完善细节 用上百个镜头捕捉每一个细节 可以说它们完美高级的脸庞是你、我、一起塑造的 是这个时代关于美、关于时尚的标准 所以被吸引是我们多巴胺分泌的本能反应 除了对美无极限的追求 让我们愿意对着空气打抠 对着影子砸钱的底层原因 是它们被赋予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美妆、游戏、烹饪、传统文化 这样的兴趣爱好 或者像Leo McQuilla支持黑人与女性平权的观点态度 丰富的人设中 总有一个会打通与你的情感连接 虚拟偶像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式存在 人们已习惯来自平行世界的它的陪伴 积极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二次创作、打赏付费 于是各大品牌纷纷涌入 寻找和品牌形象一致的虚拟偶像 或者干脆自己创造一个 商业和资本的游戏 我们不必知道结果 如何利用好虚拟这一新艺术语言 才是设计界探讨的一题 在AR和3D技术诞生前 人们通过摄影来展现世界 而在摄影书之前 人们只能通过绘画来记录世界 所以作为创造者的你 与其被迫卷入虚拟技术的洪流 不如一起成为这一领域的先导者 书写当代设计史 缔造下一个时代审美 愈虚拟愈真实 有人坚持选择拔掉插头 设下红色药丸 也会有人只想在网络的一角 尝尝蓝色药丸 保留着自己的理想世界 感受着它带来的真实的 确定的慰藉 而我们 何尝不多保留一种改写生活的新可能呢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对艺术设计又多了一些理解 记得关注丁Lab宇宙电台 点赞收藏 下一个视频与你继续分享 拜拜